MIRROR 早前推出今年第一首新團歌 Innerspace 大玩人體探險概念 相當自創生 今次歌詞上是講縮小我們自己 在我們身體探索一下 其實除了身體探索之外 都是在精神層面探索的 就是進去了解一下自己 消化一下 然後再發放一些更新的能量 還有我覺得裡面有些歌詞都不錯 就是要探索一些火花、趣味、驚喜 讓自己可以繼續走遠一點 而今次新歌的舞步設計 都再一次挑戰MIRROR 以往跳Reflection 需要較多的體能 今次就需要更多的技巧 亦都加入了一些新手勢 又出了街的MV可以見到 十二指在水池落力跳舞 令到水花四淺 視覺效果當然是吸引 但幾位成員都有投訴 Jeremy更加搶著要發表 其實我站在Stanley 後面是很慘的 因為他很大力很大動作 然後一踏浪 整個臉都濕透了 我又沒辦法去乾身 但我要全程濕透了臉 濕透了頭髮 這樣繼續跳 然後很冷 他還要很開心地笑 因為整件事 因為為了效果好 你多一點水花就好看一點 我覺得是他想報復我 我是不停一邊拍一邊說 放心,不要一次水花會越來越大 你是台友 對,台友 我是左邊的受害代表 空手就是Edan 但因為基於排舞走位的問題 他永遠去到最後最後才會發生這件事 而且因為最後的關係 我是不能報仇 所以我跟Jeremy 在結束時都濕透了 對 1 你是右邊的代表 我跟Ian是低層的代表 因為排位上有些人高 有些人跪 一個位跪 阿J就要入位 他非常適合我 我跟Ian Lomin已經跪了 在這裡等了 真的有個浪 扯過來 用不用 我拿一塊板出來 略散也行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因為 原來就是M Pose 有一次是笑了 因為根本是在旁邊 我終於放M Pose 一起這樣放 在網邊全面濕透了 然後我忍不住笑了 我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事 看到Edan笑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 原來自己都濕透了 因為其實最後 我想大家沒有說誰濕透了 大家 一樣都是這樣濕 不過今次拍MV最流亡的 就是Anson Lo拍到一半 苗花姐開車 載她入醫院治療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真的不方便說 但是呢 就是一個很 很 很 一個很 很 很 其實是一個很細 的事情 但如果不找專業的醫生去 就變大 大家 基本上就越說越 奇怪 絕對不是大家亂想的 說點又不說點 相信大家只會更加多亂想 最後花姐都看不過眼了 圈Anson Lo把事情說出來 不是 因為呢 其實我最近呢 我自己是肥了 真的很無聊 其實因為我最近自己肥了 我的手也肥了 是的 我的手指肥了 但是我的戒指又不適合戴 所以呢 他就卡住了我的手指 卡住了之後 就越來越腫越來腫 越來腫 越腫越腫 越腫越腫 然後腫到 越來越腫 但是腫了整顆球 所以就很擔心 然後就打給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如果現在不過來弄的話 第二 要截肢 是的 總之 第二天 總之第二天就更加弄不到 那就一定要叫消防 來扣開它 因為腫的情況太厲害了 所以最後就一定要 所以就沒有 所以我馬上去找急症醫生 那就沒事了 就弄了半個小時 沒什麼 還生吐吐 就是因為太沒什麼 所以覺得不用分享太細緻 原來是因為尷尬 好啦好啦 講完就算了 那不如講下7月舉行的紅館演唱會 隊長Lokman就透露 目前已經著手 弄緊另一首新團歌 大概會在6月推出 計劃在今年內 推出兩支三首新歌 而除了推新歌 舊歌的編曲和舞步 亦都會因為四面台的關係 要重新編排 相信可以為入場的觀眾 帶來新鮮感 不過有件事 相信很多人都很關心 就是你們會不會粗機做準備 粗機Jeremy 我剛剛已經看到舞蹈了 其實粗一定要的 因為我自己也想粗大隻一點 紅館那麼大 看上去不夠大隻 小小粒會不見了 待會打側身 整個人沒了就沒有了 你本身就瘦了 可以啦 哈哈哈